MING PAO TORONTO 奧斯卡 塵埃落定後 不少媒體 特別是華人媒體 都集中在第一位拿到影后殊榮的華人楊子瓶 他的拍檔關繼威同時都獲得最佳藍配角獎 而他是第一個贏到奧斯卡獎的越南裔人士 亦是本年獲提名的兩個越南裔人士之一 另一個是在King the whale 演出的周雄 不過越南媒體對他獲獎的反應很不同 在越南官方的反應是相當平淡 幾乎全部由政府控制的媒體 報道都很少提及關繼威和他的身世背景 有些人更加強調 這個演員其實是華人血統 他不是越南背景 想和他畫清界線的畫 關繼威是在1971年出生在南越首都西貢 他的家庭屬於當時在生意經營上 相當成功的華裔小數派 這類人當時很多東南亞城市 當中都很常見 沒有人提到的就是 關繼威是以難民的身份離開越南 是一群所謂船民 Velimish boat people 逃亡朝當中的一份子 《越南青年報》就是這樣寫的 他在1971年出生於胡氏明市 西貢後來的官方明是一個華人家庭當中 及後是在1970年代移居美國 另一份《越南青年報》就是這樣寫的 關繼威是1971年出生於越南的一個華人家庭 媽媽來自香港 父親來自中國大陸 越南快信VN Express的網站是這樣寫的 這名演員的華人父母是在提案區的 他所指的提案區就是西貢一個 華裔聚居的傳統唐人街區分 越南政府的官員都沒有發表過任何評語 不過對於一向習慣性沉默的 越南共產黨來說 這或許也不會令人太意外 但為何對於公開承認自己是越南裔人士 現在又大莫成功 還得到全球認可的演員 為何越南的朋友會這麼不願意 好像是怎樣說 不是很想 躺開懷抱來接納他 可能是因為1970至1980年代 船民大逃亡 是越南近代史上一個最黑暗的事件之一 當時有超過150萬人是逃難的 當中大部分都是華裔的 他們經常會乘載一些搖擺不定的船仔 穿過南中國海離開 而這兩位越南裔演員 關繼威和周雄都是這樣離開越南 根據聯合國難民處 UNHCR 當時這場難民朝中的死亡人數 都是在20至40萬之間 有些人死於無情的海盜手下 對於在當時剛剛擊退強大美軍 後來又實現了壯麗的經濟騰飛共產黨來說 這很肯定是一段他們很想要忘記的歷史 關繼威在奧斯卡得獎 將這些記憶帶回來了 這場悲劇性的船民大逃亡所悶醒的 還有越南和強大鄰居中國之間糾情的關係 兩個共產主義政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見證時期 官方的聯繫非常緊密 中國當時向北越提供大量援助 支持後者先後對抗法國和美國 但到了1975年4月 北越取得勝利和南越統一時 兩國的關係已經變得越來越緊張 當中的關鍵點是 中蘇決裂和中美關係恢復之際 越南共產黨領導層站在蘇聯那邊 當時主要生活在提案區的大批越南華人 包括關繼威一家人 就捲入了這個大潮當中 他們當時作為南越主要的資產階級 已經是生活在壓力之下 取勝的越共懷疑他們是和倒台的政權有關聯 很多人被送入了再教育營 由於接連經受嚴重的破壞 國際官能和新政權不肯改變的社會主義政策 戰後的越南經濟很多年都陷入了困境當中 當地的華裔通常都是比較有錢 變成可以收買到公園和官員的船隻 於是就在1978年9月開始大規模地逃離 1979年2月中國出兵越南 當時越南的反華情緒更加高漲 令到這場的大逃亡越演越烈 隨後持續了十多年 和中國久前不清的關係一直延續到今天 就算主要的矛頭已經不再指向華裔種族也好 很多時當時逃離的月僑 都已經是回到越南做得很成功 但對中國在南海爭議倒序上 仍然採取激進的政策 和越發壯大的經濟力所形成的不滿 在民眾當中激發著反華的情緒 關繼威的人生故事 就是開始在一段像許安華導演的電影《投奔路海》 所講述的那種越南難民逃亡的歷程 而她之後的人生亦都好像電影一樣 一般的跌檔 她七歲時跟家人逃離越南 她和爸爸來香港 媽媽和三個兄弟姐妹去了馬來西亞 直到1979年才各自抵達美國 之後才一家團聚 1970到80年代 庶民逃難的故事 是這個國家歷史上一個悲劇性的篇章 大多數越南難民當時都去了美國 無論是華人後裔還是純越南人都好 當時都是非常貧窮 不懂得說英語 但是都能夠克服到困難 生存下來 還絕臟成長 今天在越南的這一代人 不可以想像到當時難民的艱難 一部分是因為他們沒有被教導過 沒有被教導過他們在歷史當中 這一段悲痛的時期 關計威接受英國《惠報》 The Guardian訪問的時候 用了創傷 來形容之後的一段日子 因為身為疑問 他說沒有人想要他們 在學校和學門又會取笑他們 他問 你能不能想像得到 對一個小朋友的精神狀態 會造成怎樣的影響 他的人生轉折就是發生在12歲那一年 之前已經跟大家提及過 他去支持弟弟參加奪補奇兵 Indiana Jones去視鏡 被導演看中了 他說那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刻之日 Steven Spielberg 是最早將亞瑞的演員 帶入荷里活票房大片的導演 之後關計威還參與了電影《七寶奇謀》 同樣選用了他作為一個中國小偷 和一班同星一起演出這部兒童經典喜劇 雖然當中對亞瑞的描繪 因為黑板印象而受到批評 但關計威仍然將Steven Spielberg 視為一個先驅者 不過大過後 他出演一系列的電影和電視角色 越來越模式化 他只能放棄演出 轉移從事幕後工作 擔任助理導演或特技協調員 在另一個訪問 電信報The Telegraph 英國報章的訪問 他表示 從同星到成年演員的轉變 都是很困難 但當你是亞瑞的時候 這個困難是加上一百倍 他直至以亞瑞為主角的 Crazy Rich Asians 大莫成功後 才再次看到有希望 關計威決定重返幕前 他在台上獲獎時 多謝他自己的弟弟和他太太 越復越年復年地告訴他 他的時刻始終會來到 因此他就鼓勵大家 夢想是你必須相信的東西 我幾乎放棄自己的夢想 我要向所有的人說 記住堅持你們的夢想 多謝大家歡迎我的回歸 今天越南人和當地媒體 對關計威獲獎的反應 如此冷淡 如此平淡 實在是可惜的 有一名網民在BBC《越南語》部分的念書 寫了一則留言說 關計威不是越南後裔 他只是華裔的越南人 出生在越南那麼多 我們想說清楚這一點 另一則說 他們應該清清楚楚地寫明 他是華裔美國人 他是曾經有越南國籍 但是我看不到裏面有什麼越南人血統 不過也不是每一個人那麼盲目 也有網民以下的一番說話 我們應該說他是越南人 因為他是出生在越南 他是有華人的月統 越南作家陳俊勇 在面書上就說 關計威的身份應該就是西貢提案人 他是這樣寫的 對我來說關計威的出生地是西貢 獲得養份的地方就是提案區 然後是在美國長大和成名的 越南的反應和我們政府的反應 真的有很大的差異 我們可以將一個不是香港人的人 講成他是香港人 為他獲獎而感到驕傲 是不是很有趣呢 我們可以找到西貢 我可以找到西貢 有很多年在 有很多年以來 我會找到西貢 在西貢 有幾年 我會找到西貢